今天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 你看这个眼镜 是我女儿参加那个动漫 漫展的时候 因为那漫展的时候 要cosplay一个角色 其中一个角色是戴眼镜的 戴眼镜的时候叫我给她找平光镜 那平光镜现在很难走 当然商店里面有现成的卖的 我把镜片拿掉了 看到吧 镜片就不存在了 今天的那个眼镜就放在桌上 这个用完了 用过了 反正cosplay也完了 也没啥用处了 她就放在桌上 我就随便拿起来 一戴啊 好像有镜片了 就是从原来不一样了 我不戴眼镜看到的东西 和戴了这个眼镜框呢 看到不一样 我感觉好像是 一个眼镜看也好 两个眼镜看也好 两个眼镜看也好 都感觉有度数 实际上就不存在了 你看她 我手伸进去了 我女儿看没事 我女儿看 没有事 但是她确认了 但是我看着呢 就是像 我戴了那个眼镜 戴了眼镜似的 就是有度数的眼镜呢 我现在就不知道这个问题 到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我看着创不通通 前两天 就昨天嘛 还不过前天 反正这两天 再说啊 外星人已经把那个 把周围的那个 光线 周围的那个时空改变了 时空改变了 也就是说时空是 现在的密度是不均匀的 不均匀的 然后那个物体穿过 它的时刻会打弯 但是呢 你平时的情况下 你不安的话 如果不经营 在你视角成像的时候 如果也是这样的话 就是有点 看起东西来 就有点麻烦了 所以呢 她戴眼前呢 戴了个眼镜似的 又让自己看 看到的那个物体 是正常的 看的物体是正常的 然后呢 那个川普总统 那个 在给他那个保护的时刻 用时空改变了 光线打完了 应该昨天临盘的时候 应该听到 说我这边也加强保护了以后 光线也打完了 光线也打完了 一打完以后 这个镜片是 就像那个厚厚的镜片 我一戴的时候就 一戴的时候就正好 在这个改变的时空里面 所以呢 我戴上去呢 我戴上去的时候呢 就是眼睛好像度数了 我女儿呢 就没有那个 所以她戴上去 就是戴不戴一个样 但我这个戴了 就好像就 就是有度数的感觉 有度数的感觉 是时空改变了 时空改变了 所以呢 你平时如果没拿起这个眼镜的话 就感觉不到这个 但是框子一戴的时候 就感觉到了 感觉到通缘了 不行 我就是现在就 就 看起来就没有 就光线也变 而且那个图像也变了 图像也变了 是这么一个事 我觉得奇怪 就是 没有镜片的 但感觉上有个镜片 这个镜片是时空改变的时候 出现的 好 那我明白了 明白了 今天晚上我自己带着这个出去走走看看会看到什么 好 知道了 再见